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讲大时代公民政府的人物列传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西北无马里边最特立独行的那一马 我们上面花了很多集时间讲了马不方 西北又西无马,这无马是马不方和他哥哥马不青,这是青马 那么宁马是马洪奎和马洪斌 那么最后一马也是最特别的一马,这个人叫做马仲英 今天这集开始我就给大家来讲讲这个马仲英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大时代,中国的华夏大地上风取云涌 形势总是波绝云轨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涌现出一些年轻人 他们有胆识有魄力 在那个大时代里,敢于冲在时代的最前面 那么留下了很多让人争论不休的事迹 也给广大老百姓的饭后增加了谈资 这些人的身上往往在他的身后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和遗团 马仲英就是这里边非常典型的一位 关于马仲英有两本非常著名的文学作品 一个是在跟马仲英同一个时代的英国人 叫做斯文赫定 他是瑞典人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他在他最后一次中国探险的时候 路上遇到了马仲英 具体细节我们在后边会讲到 那么这位斯文赫定在回到他的故国以后 写下了大马的逃亡 就是描述他所见到的这位充满了激情 而又年轻的中国将领马仲英的一生 另外一本书呢 是中国当代作家洪科 写了一本关于马仲英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 《西去的棋手》 是第六届矛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 这两部书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塑造出来一个令人神往的 在中国大西北驰骋疆疆场的少年英雄 但真实的马仲英要远远比这两本书所讲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就争取比较客观公正的 不避讳的谈论一下马仲英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大西北马仲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很年轻 就去世了 他的死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我们后边会讲到 那么一般官方说法说他只活了26岁 但是他在这短短的一生里边 却做出了很多惊动整个大西北 甚至震动整个中国的事情 他三维河州 两乱河西 洗劫了永昌城 在民秦大开杀戒 屠杀了老百姓 骚扰宁夏 最终被马仲方青马赶出了甘宁一带 清甘宁一带 然后他就出师新疆 在新疆跟圣世财大战 消灭了东突厥 妄想分裂中国领土的势力 最终他去了苏联 不知所终 这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放在单独一个人身上 都是 会让老百姓 津津乐道的事情 而在马仲英的身上 却发生了一系列 因此在西北民间广泛流传着 关于他的许多事迹 甚至还有民间艺人 为他编写了 马仲英打宁夏的小调 到处传唱 到处传唱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马仲英是怎么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西北 一个传奇人物 那马仲英的发家 这要说一下当时的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国民军 入肝 124年冬 冯玉祥部的国民军刘玉芬 率部入肝以后 接着孙连仲 佟林阁 孙良成 门志忠 也相继入肝 当时甘肃八镇的镇守使 分别是 隆东的张兆甲 隆南的孔帆锦 宿州的梧桐人 河州的裴建怀 宁夏的马洪斌 西宁的马林 梁州的马亭香 甘州的马林 这两个林是不同的林 这些镇守使 长期的独霸一方 歌剧成雄 其中除了宁夏镇守使 马洪斌 依附冯玉祥以外 其他的各个镇守使 都害怕刘玉芬 随时消灭自己 刘玉芬是个小个子 他和 冯玉祥一只喜欢的 高大魁梧的北方大汉 不一样 但是刘玉芬这个人 很会使计 所以冯玉祥把他派去 平定西北 那么隆东的张召甲 和隆南的孔帆锦 在吴佩福的暗中操纵下 首先发难 反对国民军 那么这就郑重了 想要排除一己的 刘玉芬的下怀 他就把张召甲 和孔帆锦给逐走了 将甘肃省第一师师长 李长青 碧连锤又杀 将地方武装黄德贵 宋友才 还有陆等部 全部消灭 那么把河州镇守使 换成自己的亲信 叫赵锡聘 那这样一来呢 青海的马林 和梁州的马亭香 就有了狐死 兔死狐悲的感觉 随时提防着 刘玉芬对自己下手 马林一直避而不和 刘玉芬接触 在这个阶段 刘玉芬的参谋长 杨耀东 在静远被人刺杀 刘玉芬就怀疑是 马林或者是马亭香 派人所为 所以刘玉芬和二马的矛盾 就越来越尖锐 到了事与消灭对方 而后快的地步 同时 刘玉芬的国民军 入干数年 也是大肆的中饱私囊 一时上行下效 腐败成风 刘玉芬本人 以接济东下部队为名 尽一切办法从事搜刮 他两度借口 要护送眷属回原籍 派自己的卫队 将他掠夺来的财务东返 1925年 刘玉芬入干的时候 只有两个师 只有第二师 一个师的兵力 共计两万人左右 编为九个梯团 入干以后不到两年时间 九个梯团就被扩充为九个师 达到二十多万人 由此可见 在贫瘠的大西北 刘玉芬进行了 如何残暴的搜刮和征兵 这使得甘肃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那么同时在人祸之下呢 又有天灾 1927年 河西地区大地震 1928年至1929年 连年的大汉 甘肃全境78个县 受灾者达65个 那么国民军 在甘肃的倒行逆施 就引起了广大 回汉人民的强烈不满 1928年 终于爆发了 和黄事变 而和黄事变最重要的领导人 就是马中英 他代表的是 甘 宁 清 广大 回汉 人民 反抗国民军 新军阀统治的一场 武装抗暴斗争 那么刘玉芬早在1927年秋 就调原来的河州镇守使 潘建怀为宿州镇守使 那么让赵锡聘 也就是他的亲信 为河州镇守使 赵新兵上任之后 不仅没有设法 消除河州的匪患 反而放纵索部士兵 在河州八坊 回民聚集区 横行寻衬 违反穆斯林的宗教禁忌 当地的回民极大愤慨 那么一天 在马其马林 我们之前讲到了 这个马其就是 马不胖的父亲 马其马林 是当地 具有威望的回教领袖 他们召集了 青马家族的军官会上 马其就说 赵锡聘 还有另外一个叫叶超 是刘玉芬任命的当地县长 说赵叶二人这么糟蹋人 就没有一个出席 有出席的娃子 给他们一点教训 那马林就接着说 说我们已经老了 要是年轻 一定跟国民军干一下 现在就没有这样的娃 那这一句话 就激起了当时青马家族 这些少年的这个 热情 参加会议的人里边 就有马周英 马周英心中就暗自报定 一定要当那个敢于 和国民军干一下的王 马周英原名叫马不英 按照辈分 他属于不子辈 和马不方 马不清都是一辈人 是河州摩尼沟人 自子才 他的伊斯兰教名 叫做索菲尤 他的祖父马海渊 和我们之前 在讲马不方时候提到的 马不方的祖父 马海燕 是包兄弟 1928年的时候 马中英的父亲马保 在马骑部队宁海军中 任骑兵第十一营营长 马中英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他父亲的营里边当营妇了 青马家族 这些孩子 很小的时候 基本可以算是少年 就已经在军旅航武里边 摸爬滚打了 马保 他精神有问题 他年轻的就是 后来患了精神病 所以呢 长期在河州家中养病 实际上都是由他的儿子 马中英 代理营长职务 这个时候马中英多大 十七岁 人称嘎司令 嘎这个字在青海 甘肃宁夏 意思就是娃娃的意思 所以也有人叫他是娃娃司令 马中英小的时候 也是天赋聪明 跟马不方类似 习武 善骑 英勇好斗 无所畏惧 同时他年轻英俊 有现在 我们之前提到 那个瑞典冒险家 瑞典探险家 曾经照过好几张 马中英 年轻的照片 因为马中英死的比较早 他照照片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多岁 可以看见 马中英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身材高大 也很帅 所以青马家族 这个基因比较好 都挺帅的 马纪元 马不方 马中英 照片里看着 都是英俊 同时马中英呢 精力充沛 马中英这个东西 虽然 马中英这个人啊 马中英这个人 无论是哪种说法 但是大家公认的一点是 马中英这个人好学 他碰到他觉得 可以增长他的见识 增长他的才能 增长他知识的人 他总是不止下问 对能够交给他知识的人 他都是很谦虚 态度很和蔼 我们后边讲到 他和那个瑞典探险家的经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马中英一般不多说话 但是他说的话 都是一口兔目一个钉 而且马中英这个人 生活简朴 没有不良嗜好 喜欢广交朋友 种义气 和自己手下的官兵 能够打成一片 这是为什么后来 他在整个西北 驰骋沙场 无论打到哪里 他身边总有着一批 忠心于他的手下 同时马中英 喜欢接受心生事物 喜欢标心立意 但是他和唐兄马不芳 存在矛盾 一山不容二虎 这两个人有一种 寄生于何生亮的这种感觉 所以马中英很早就把自己的 名字里那个步子 改成了重字 从马不英改为了马中英 表示他与马不芳家族 决绝的意思 1月28年4月 河州西乡回民 惠商于马家喝碳 推荐马中英的父亲 马宝等十余人为代表 赴河州向赵西聘请愿 要求减轻两款负担 不料赵西聘 无理的客户留了代表 引起了西乡 毁害人民的公愤 他们聚众请愿 要求释放代表 这又发生了 河州西乡 南乡的新老教派之争 教征这事啊 本来就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事情 但是赵西聘 借题发挥 散布说回馈要造反了 并且污蔑说 这回馈是三十年一小反 六十年一大反的信号 就向刘玉芬汇报 刘玉芬只是说 这次叫他三百年都反不起来 于是赵西聘就逮捕了 教征双方的头目 加以杀害 并将原来扣留的请愿代表 送到兰州城杀害 国民军的这一举动 就成为了河黄事变的 直接导火线 封城传到了梁州 河州籍的军人 他们都以为家乡出了乱 害怕重蹈同治元年和光区 二十一年的覆辙 所以奔走相告 忧心忡忡 在河黄地区 广大回汉人民的关系 和国民军的关系 都紧张到了极点 犹如是一堆干柴 那么年轻气盛的马仲英 就串联他的好友 马战仓 马腾 马仲杰 这是他弟弟 马毛毛 马虎杉 海买东 连同他自己一共七个人 在1928年5月2日 趁着礼拜五 是回民传统的一个礼拜日 进寺庙里要做礼拜的时候 岳墙乘马逃出了西宁城 直奔河州方向 他们在到达西宁境内的 骆驼堡的时候 在此开店的河州籍人 马连哲等四人 加入他们的队伍 迟至寻化县所在的水地川 又说服了驻防该地的 宁海军连长马应彪 全联参加 这样马仲英等人 由西宁 钳制了巡化县城 向县署开枪 县长苗昌惠 跃墙逃跑 他们就劫狱纵囚 得枪十一支 并将马匹全部缴获 搜出县阳八千元 离开巡化以后 沿途搜集 罗马枪支 至大力加山 事与国民军招募的新兵官兵十多人 将其歼灭 负得快枪十多支 接着闯入土门关一带 杀死收税 卡掌 以及崔良远等人 不几日 裹挟和随从的群众 就达到几百人 他们到达河州 西乡河南的三法冠时 成立了自卫队 正式拉起了 反对国民军的旗号 马仲英提出的口号是 官兵民反 不杀回 不杀汉 单杀国民军办事员 不分回汉 团结一致 赶走赵锡聘 反对国民军等等 从这些口号 我们看出来 马仲英这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 回民的一种民族主义者 他更多的是有着 比较开阔的 这种民族融合的观点 但是他所裹挟的这些 跟随他的手下 还有底下加入他队伍的 这些回民部署 这些人很多人 都是狭隘的 单一民族观 这为他后来 发生了两次屠城事件 留下了伏笔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的马仲英 只有20岁 20岁成为一股 主要军事力量的领导人 无论在经验上 还是在驾驭部下上 他都还并不是很成熟的 那马仲英就请到 河州寒家级的一个半通门墨的文人 给自卫队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 叫做黑虎西冯军 一般来说我们听黑虎军这还很正常 不知道这个西冯 西是呼吸的西 冯 西冯军 意思要把 拿黑虎把冯与强的部队咬死的意思 我估计是 所以是很奇特的一个名字 马仲英自封司令 马占仓为副司令 那马仲英的黑虎西冯军 西冯军 黑虎西冯军 在三法官日渐壮大 回汉民众纷纷参加 这个时候是回汉民众都参加 很快就发展到了3000人 马仲英这个时候就将黑虎西冯军 改称为西北边防联盟军 发出布告 说我军好为联盟 纪律物要严明 回汉一体保护 禁止任意欺凌 本部派有密查 随时到处群巡 躺敢固为禁令 罚办绝不从轻 仰尔各营部队 必须切实遵循 这个时候 马仲英给他的部队制定了 非常朗朗上口的这种军机命令 那么进行一番准备以后 他决计围攻河州 并规定不许乱杀五五百姓 杀一汉人两人偿命 杀一回人一人偿命的条令 从他这个条令我们可以看出来 马仲英一直想维护的 是回汉的一种一体化 团结的这么一种思想 那么128年5月10日 他发兵到了河州源头 第一次围攻河州城 河州赵西聘得知马仲英 率众杀向河州而来 一面部防迎战 一面拆人 向刘裕芬 禀报增援 赵西聘派驻河州城外的西军 也就是梁州 马亭乡部 马亭斌的一个团迎战 马亭斌正在指挥战斗 阵地后边后边 突然来了十几个 马仲英的骑兵 和他的部队 互相道了一声 斯良木 这是伊斯安语 该团的二营及骑兵 共约三百余人 就全部划遍 跟着马仲英的骑兵就走了 这马亭斌就没法打仗了 大败而回 马仲英由此声势更大 不到一个月 就发展起了一支 三四千人的队伍 这说明马仲英 这个人的人格魅力非常高 那么赵西聘得知 西军失败 以及划遍的情况 认为西军有人勾结马仲英 就不让西军入城 马亭斌向刘裕芬 表明心计的时候 反而被刘裕芬扣押入狱 自此西军和国民军开始分立 当时马亭湘的胞弟马亭贤 正在河州老家大公馆中 得知刘裕芬不信任西军 一气之下 加加藏的县阳三十八万元 全部送给马仲英 以备军需 马亭贤本人也和马仲英 结合在一起 成了马仲英部的副司令 所以说马仲英虽然年纪小 但是在青马家族里边 有着很高的赏识度和声望 马仲英从5月17日开始围攻河州 历时半年之久 三次围攻 第一次围攻约20天 第二次围攻从6月27日开始 共18天 第三次围攻从8月11日开始 到10月底结束 在围攻河州的过程中 马仲英的队伍不断壮大 发展到了一万余人 编成五个旅 加上马亭贤的 韩进东 马存梁两个旅 共有七旅之中 那么副司令是马振仓 马腾 这两个人后来先后阵亡 第二次围攻河州的时候 赵锡聘因为对西军 持绝对不信任态度 认为马亭乡的大公馆 及河州八方是贼窝子 就故意纵容城内的汉民 出城任意抢掠 并且示意火烧八方 八方皆长七八里 居住回民六千多年 人口三万多 清真寺共有十二座 西北珠马建造的府地公馆等 都是富丽弹簧 高谷古谱 结果火烧八方的时候 赵锡聘亲自在城头观看 烧了整整六昼夜 八方给变成了一片焦土 八方的回民无家可归 很多人横了一条心 跟着马中英起来造反 但这个时候 因为受到赵锡聘 怂恿的是城内的汉民 因此火烧八方 就改变了当时马中英 所主持的这个 和黄事变的一个性质 民族互相之间的仇杀 开始抬头 很多人说起了马中英 纵容了回民对汉人的杀戮 其实这并不完全对 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事领袖 马中英的经验不足 他没有能够抵挡住赵锡聘 处心积虑的破坏回汉团结 酿成仇杀 马中英这个时候 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 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住 自己队伍里这些回民 想对汉人进行报复的这种想法 因此马中英队伍中的汉民士兵 这个时候因为害怕被杀害 逐渐离他而去 剩下的士兵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回民 或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 九月下旬 冯玉强到达西安 派马鸿斌回甘肃调停河黄事变 10月13日 马鸿斌前往响囊 与马齐马林会晤 商定先劝阻马亭乡 他的部队再赴河州议和 马鸿斌数次与马中英议和 但因双方所提条件相差甚远 无法达成协议 不久西宁的马齐致电刘裕芬 主张剿辅兼尸 刘裕芬最终决定停止役辅 用武力解决 因此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就上演 马中英第三次围攻河州的过程中 刘裕芬以甘肃城主席 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 先后抽调了刘兆祥 戴京宇 门志忠 佟林阁 吉红昌等部参战 贴出报告 升勤马亭乡者赏阳五万元 升勤马亭贤马中英者赏阳两万元 陆施县首级者赏阳万元 10月29日刘裕芬下达了总攻令 集结在河州地区的国民军六万之中 分三路出击 马中英了解到刘裕芬这次进攻准备充分 力量强大 自己的部队远不如对方 于是率部往怀树关退入到 陶敏地区 国民军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 却对沿途的群众大开杀戒 布告对马亭贤 马中英 韩金路等人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一律清查没收 12月8日刘裕芬以河州市平凯旋回省 在国民军这种总攻击的压迫下 马中英和马亭贤率领大部队难撤 实力基本上得以保存 退出河州以后 马中英同马亭乡马亭贤发生了意见分歧 所以分到扬镳了 马中英的部队难撤以后 吉红昌接佟林阁的第十一师 加以充实整顿 奉命追击马中英 直到1929年攻打宁夏 吉红昌的部队始终是追击马中英的主力部队 12月中旬 马中英的部队临近陵西县城 驻扎在城外西园和府 北门外紫家河一带 当天傍晚 吉红昌的总部到达首阳镇 兵分三路追杀马部 马中英猝不及防 伤亡惨重 且战且退 东下经武山回撤到旅井 马中英率部队于1928年底 经甘谷攻打天水 在天水城下被吉红昌部击溃以后 率部吸走夏河 就是拉普愣 1929年元月 马亭贤从藏区也狼狈的逃过来 1929年2月1日 马中英及马亭贤率部队经黑措到达夏河 2月3日到达保安 2月7日 其先头部队到达贵德陷阱 麦家城 该处居住藏民三十余户 见马部的人马不多 开枪抗拒 但是马中英的大部队赶到 麦家藏民力不能抗 纷纷逃散 马中英进城以后 听说藏民阻击十分愤怒 命令部队搜捕杀戮 殃及到距麦家城六里之圈内的牧村居民 那马中英在西北流窜 青海省政府主席孙连仲 因为河州兵连货街 不堪收拾 听说马中英来犯 就命马齐招服 马齐也为了消除孙连仲 对自己的怀疑 派他的弟弟马林 率骑兵两个团 前往招服 马林在贵德与黄中 分界岭的垃圾山沟 与马中英遭遇 马中英率部击伤了马林 和索乘战马的左腿 马林最后紧带着 随从数十人仓皇回奔 又被击中了宗旨 惊恐万壮逃回西宁 马中英的部队 突经临毯 入青海的黄远 黄远县城驻军 为马林的亲侄子 马不远所率的一个混成旅 2月14日 马中英的部队到达城外 占据了北极山和附近山头 居高临下开火攻击 守城的军民 奋力的应战 相持一周夜 15日清晨 城内马不远的部队滑变 开城门迎接 马中英的部队入城 马中英部遭到了 进入青海以来 最顽强的抵抗 整个部队极为愤怒 破城以后 对黄远的守城民团 及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事后有姓名可查 记载于中魂纪念碑的人 高达2400多人 随之复京大通 去往永昌 3月6日 马中英的部队到达永昌 再次遇到守城的士兵 民团商团和群众一带抵抗 结果破城之后 又一次大开杀戒 当时杀了2299人 1929年3月14日 马中英的部队到达了民秦城下 马中英判马维俊 率隋远两个人在南门外喊话 说我们经过民秦到宁下去 你们让我们进城休息点 正在交谈和平入城的时候 城墙上突然有人失手 放了一个冷枪 将马部一个军官的随同人员打死 这一下就激怒了马中英 他马上攻城 15日 城被攻破之后 马中英再一次纵兵任意屠杀 到了31日离开 屠杀从未间断 全城不满1万人 被屠杀者达4600多人 多数是被刀砍死 这就是马中英身上被记下的血债 当时害人听闻的学习民秦 1929年4月初 马中英率部进入到腾克里沙漠 经阿拉善旗向宁夏开戒 他从1928年5月2日起誓 到学习民秦 历经了10个多月 在甘肃省篡扰了21个县 由7人起誓 发展到7旅之众 1万余人 这在西北历史上 都是非同小可的一时行动 但在这个期间 马中英没有脱离民间 这种流窜性的 类似于土匪性质的武装 这种性质 他的几次对无辜百姓的学习 都是他身上不可洗掉的污点 这说明马中英在他早期的军事生涯里边 并没有能够摆脱 他作为西北青马家族 刚开始的民族狭隘性 对整个局势的整体观 在这方面都很非常的缺失 所以他早期的军事生涯 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痕 就在马中英围乱西北的时候 1929年1月1日 宁夏省自治区正式成立 冯玉强任命 索部第七军军长门志忠为省主席 那马中英窜到民心之后 刘玉芬提点门志忠要加强防范 结果门志忠这个时候 轻敌思想十分严重 认为马中英已经溃不成军 无力再战 进犯宁夏绝无可能 于是马不在乎 结果马中英四月初 经民勤越过滕里沙漠 奔赴阿拉善左旗的时候 门志忠仍然以为 马中英是疲于奔命 置之不理 马中英的兵过了贺兰山口 向宁夏破来 门志忠竟然认为是下面的人 谎报军情 1月29年4月12日 马中英占领了 距省城四十余里的新城 门志忠才意识到情况不好 手忙脚乱起来 4月15日 马中英率部队开始攻省城 门志忠这个时候掌握的 两个基本队伍 是冯安邦 吴鹏举的两个旅 当时分别驻防在 惠安堡和同心 城内只有300多的守军 另有马鸿斌 离离开宁夏的时候 留下的极少数 会说撒拉话的老弱士兵 门志忠连机关职员和学生 都组织起来上城防守 眼看着马中英的部队 人马如沉烟滚滚而来 守城的军民 个个是胆战心寒 自知难以抵御 大部分人都做出了逃跑的准备 那马中英的部队攻城的时候 马鸿斌 布下了一些撒拉族的士兵 就在城墙上用撒拉鱼喊 说城内无守军 你们放心攻吧 门志忠的士兵问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说 我们在骂他们 那城破之时 门志忠见大势已去 就带着几个随从 从人群中挤出大南门 徒步向南奔逃 幸亏途中碰到一个农民 赶着一辆拉柴的车 就从车上把骡子卸了下来 门志忠骑着骡子 随从跟从在后 一直跑到了养和堡 那么养和堡的一个绅士 得知是省主席来 准备饭菜 想为他押精 结果正吃着 刚拿起块子 有人说 马中英的追兵来了 门志忠都没有问详情 联盟起身 骑上骡子 再接着跑 一直跑到了广武 跑到广武之后 门志忠调集自己的锁部 翻冯安邦和吴鹏举两个部队 到广武集中 他一面电请刘一芬 速速的派兵增援 同时紧急的组织 地方的民团武装力量 准备反攻 收复省城 马中英攻占省城之后 司令部驻扎在 马富祥的将军底内 部队分驻各机关 学校的公共场所 马中英的部队 一直属于流窜着状态 没有经过训练 纯属无核之中 那么对居所之内的 家具 门窗 肆意破坏 还抢劫了三家商店 和西北银行 抢银行的时候 大洋是整箱整箱的往外搬 拿不了的 就分给围观的群众 有些群众跟着发了财 在这次混乱之中 打死了公职人员八十余人 连同士兵百姓 全城死亡两百多人 当时省府秘书赵雪田 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王岐昌 都是在变乱中被打死了 马中英占领了宁夏城以后 一面进行军事部署 带国民军 反攻的时候 做防御准备 另外派其手下的安旅长 率部攻打北边的平洛县 苏宇生部 以解后部之忧 又派马前部 从南路追击门志中部 还派宁夏商会会长李玉堂 到广武向门志中说和 让门志中扔回来当省主席 马中英只管带兵 采取军政分制 结果门志中当然不答应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5月10日 国民军第三时时 吉红昌援军到达了中卫县 和门志中的部队会师 22日在大坝 与马前部交战 两个小时的恶战 吉红昌部的牛锦绣团长阵亡 部队受挫败退 23日 吉红昌重新整顿部署 让门志中的两个旅攻击两翼 自己亲率本部主攻正面 吉红昌脱了上衣 赤膊提刀督战 再次向马中英发动进攻 这次击战中 马中英的旅长 普照明 团长马耀德战死 一个叫扎毛眼的旅长 也重伤死亡 吉红昌部也伤亡惨重 站着最后 马前部不支 全线崩溃 吉红昌跟踪追击 直到了望红堡一带 吉红昌那可是西北军 冯玉强手下赫赫有名的猛将 这在后来中原大战中 也有所表现 那么他在对阵 马中英的部队的时候 打得如此的惨烈 由此可见 马中英 他的手下 也是标用汉战 那马中英部队的 北陆安律长 率部至平罗丞相 原以为弹丸之地 一攻击破 结果不料 苏宇生的守军 英勇顽强 多次打退了 马部的进攻 使其死伤狼藉 苏宇生的军队 和临时招募的猎户枪手 紧密团结在一起 多次用土炮 摧毁了工程部队 爬成了云梯 久攻不下 马中英的部队损失严重 锐气顿挫 而城内苏宇生的部队 也因为酒困 弹药难以为继 苏宇生就以假乡 骗取弹药 同时派人联络 愿意亲往省城 与马中英 洽谈祥顺事宜 马中英毕竟还是年轻 得报大喜 立即让苏宇生 来省城面谈 苏马见面之后 苏一再表示归顺 提出自己部队弹药匮乏 需要补充 马中英 看见苏宇生 态度公顺 心中大喜 当即就表示接近 拨给苏宇生子弹三车 让和团长连同 平罗县 县长一直的张县长 随从八人 和苏宇生一起前往平罗 就到了平罗城外 和团长因为另有军务 就暂留安履厂 安履厂处 没有进城 其他九人进城 结果就被苏宇生 全部活埋了 而苏宇生得到 紫探三车的补充 士气大振 马中英知道自己受骗以后 气愤至极 觉得苏宇生不讲道理 就命令安履 重新组织力量强攻 升城 城破之后 继续不留 那么 这个安履厂 凭借着城外玉皇阁 以及南门外桥楼 居高临下 试图压制住城内火力 结果不料城内的猎户 多是神枪手 安履的士兵只要一路投 马上就被射杀 与此同时 苏宇生命令自己的部队 用炮火将南门桥楼 轰塌 楼上安履的士兵 全部被压死 那么这安履长又制造了云梯一百多架 清其全力攻城 双方面激战的难解难分 数小时之后 城外尸横遍野 这个安履终于不支而败退 南路马迁的部队也败脱之后 马中英眼看大市医区 守省城无望 于是就开始做逃跑的准备 这个时候马中英也是极为凶惨的 他命令商会会长李玉堂 为他准备煤油20桶棉花草成的溢染物 准备将省城放火烧光 那么这毕竟是李玉堂 以及其他的士绅的老家呀 这些人就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国民军不好 老百姓都拥护司令 请司令怜悯 并献出银员数万元 马中英最后才松了口 他说马福祥的公管 公管我是一定要烧 里面存放着大批弹药 我不能留着门制中来打我 于是最后就是火烧将军邸 马中英在宁亚城里边待了40天 5月23日出北门败逃 绕平罗城先退到黄区桥一带 后来又退到邓口县所属的大滩三圣宫一带 当日下午吉红昌的部队进入宁夏县城 然后刘宁驻房 国民军进城又是吉红昌的部队 所以城内的老百姓心里总算是踏实下 马中英败退到大滩之后 恰逢马亭贤从北平夹到隋远包头而来 这个时候蒋介石为了利用西北反逢的回民武装力量 前置冯玉墙部东调以及扰乱其后方 就任命马亭香为讨逆军第15路总指挥 马亭香就任命马亭贤为第一纵队司令 马中英为第二纵队司令 马亭香从北平行营领了10万元整队部队的经费 拨给马中英4万元 那么这边马亭贤 见到马中英以后 认为省城没有打硬仗就轻易放弃 兵盖 商定将部队修整一段时间以后 再去反攻省城 而且将司令部从大滩移住到黄崔桥 为第二次攻打省城做准备 6月26日 马中英的部队从黄崔桥开拔再攻凝下 出发前部队集中在两个青春寺里坐了礼拜 意在报定必死之决心 工程部队除了马中英的五个旅以外 还有马亭贤的韩金路 马存梁两个旅 以及收编的土匪杨老二的旅 共八旅人马 经过平罗县的时候 遭因为害怕苏宇生的部队拦击 就派人与苏宇生达成协议互不侵犯 当日通过平罗一直禁至距离省城二十里的西岗浦 马中英部署马培青担任攻击城东北的总指挥 命令韩金路 马存梁 杨自福 也就是那个杨老二 进行阳攻 牵制敌人 自己率本部及奋勇队三百多人 主攻城的西北部 他一共参战步兵三千多人 骑兵七百多人 6月28日早上九点钟左右 攻城战斗开始 攻击十分激烈 战斗直接进入白热华 马迁和马存梁的预备队都调上去增援 马中英的部队多次架上云梯铺城 都被吉红昌部队击退 尽管如此 马中英的部队一直是顽强拼杀 战斗正撼的时候 城内吉红昌的部队突然从西边冲出来 与马中英的部队短兵相接展开肉国战 为时不久 又被马中英的部队赶进城去 接着守军又冲出来 这样来回来去四次 由此可见战斗是格外的激烈 战斗到下午 驻新城的冯安邦旅前来增援吉红昌的部队 马中英部前后受到夹击 终于不知败退 战斗中 马中英的弟弟马中杰复伤 另外那个叫马毛毛的师长 战死在城墙根下 赶死队三百多人无疑生还 伤亡官兵六百余人 而吉红昌的部队的官兵伤亡也在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 马中英的部队终于元气大伤 这个部队从起始以来 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训练 但是他仍然能够跟西北军的 精锐支持吉红昌的部队 站得难分难解 由此可见西北回民的战力之高 这个时候战败就显示出 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 大家都自顾逃命 军纪大乱 很多被裹挟的士兵和企图发财的百姓 沿途就直接溜至大吉 做鸟售散 而吉红昌的部队兵分三路 穷追不舍 马中英率领残部 向邓口持嘴山后套逃去 随后在后套集中 整顿队伍的时候 总数已经不足五千人 而且士气低落 兵无斗志 后套一带的百姓 听说马中英到来 也纷纷逃离 粮食都被藏密起来 马中英的部队 在这个时候连口粮都产生困难 但是马中英不但不敢劫掠 连摊派告诫也不敢提出 只能派代表向当地的教堂求告 借助救食 教堂为了避免引起冲突 答应提供部分的军粮 但是因为粮食 这个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教堂只给了他们大量的山芋 就在马中英一筹莫展的时候 忽然听说马鸿斌 他原在马中英部担任团长的马夫堂 来到洽谈收编之事 谈判未成 马夫堂也没有回去复命 留在了马中英的部队 这再一次验证马中英这个人 人格魅力很强 马鸿斌派来跟他谈判的人 居然没回去 留在他这儿了 那么马中英就将兵权交给了马迁 自己带着马仲杰和马夫堂 去北平会见马亭香 商讨出路 马中英到了北平之后 看见马亭香昏庸无能 又没有兵又没有枪 只是挂着一个十五入军总指挥的空牌子 马福祥 马鸿馗父子 收买了一批旅居北平的甘肃人 在街上游行示威反对马亭香马亭贤 蒋介石又下令撤销了马亭香 讨逆局十五入军总指挥的职务 马中英兄弟俩在北平一无所获 就从天津到南京会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马中英就极为赏识 认为这个人年轻 有干劲 有热情 还有魄力 才能也出众 认为他是西北回族中的杰出人才 还可利用 只是因为年轻 没有军事知识 所以打算送他先到军校去学习 当时马福祥任南京政府猛葬委员会委员长 正在为他的侄子马鸿斌和他的儿子马鸿馗 活动甘肃城主席和宁夏省自治主席的职位 认为马中英如果被重用将不利于他们 于是就跑到蒋介石那里 隶属马中英在甘宁两省的罪恶 马鸿馗也向蒋介石要求将马中英交给他管教 马福祥也建议马中英暂时投靠马鸿馗再处发展 马中英就听从了马福祥的建议 回到北平派人与驻房徐州的马鸿馗进行联络 接着又派马福祥亲自前往与马鸿馗洽谈 不久马鸿馗派马如龙到北平和马中英接触 商定让马中英回后套后将骑兵全部经平随金浦路 设法转徐州共谋合作发展 马中英回后套以后见到部队梁氏已经告积 挨饿受罪的情况于是宣布接受马鸿馗改编 部下也没有意义 不几日马中英率领骑兵2000余人从后套出发前往包头 结果部队形制半途突然划变 转身复向后套开去 马中英无奈之下只带了一百多人赴包头 在包头和马鸿馗相见以后继续向北平进发 途经大同的时候 这一百多人骑兵又被阎西山的部队扣留了 后经马福祥出面交涉才放人 至此马中英结束了对甘宁清的篡扰 马中英投奔了马鸿馗的时候 马鸿馗已经担任了第十五陆军总指挥 马福祥让马鸿馗对马中英 幽为安置物令义取 就你好好对他 不要让他跑了 马鸿馗对马中英的人马 编为李汉元独立团的第二 并让马中英担任总指挥部少将参议 马中杰也是他的弟弟 为十五陆军教导团少校参谋 那么留在后套的马中英的部队群龙五首分为几股 一股由马迁率领 约三千人左右 回到宁夏接受了吉红昌的收编 一股由韩金禄率领 约三千人 这多数都是老西军的人马 回到宁夏被吉红昌收编以后 住房领悟 一股由马存梁率领 约数百人 被吉红昌收编以后 任马存梁为金基警卫司令 后编入马鸿冰部 另外一股由马鲁馋率领 约千余人 受吉红昌收编以后 住中宁 以后随着马亭贤 骚扰 陆南 一股由马战标率领 没有受到收编 篡扰陆南一带 那回到马中英这边 马鸿魁部的独立团团长 李汉元 他是共产党员 当时已经脱党 是以同乡的关系 在马鸿魁部任职 在他的推荐推荐下 刘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吴英奇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 张亚韶 先后在马部的教导团 任教官 那马中英在马鸿魁部队的时期 经常与这些人接触 马中英这个人的特点 就对新生事物非常感兴趣 他就像一个 孜孜不倦学习的海绵一样 吸收着所有 他所见到的新生事物 和新的理论 所以他和这些人接触 吸收到很多新的思想 并且引以为知己 李汉元等人 激励地支持马中英 重返西北 1930年7月 马中英同吴英奇 张亚韶 马世勋等人 离开了马鸿魁部 由济南取到精髓路 返回宁夏 准备收拢旧部 东山代起 我们这里要说一下 这些对马中英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的 这些和苏联 有着密切关系的留苏人员 这中间有没有苏联的情报人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些人 之所以能够让马中英 回到西北去 是想在西北建立一支 亲苏的武装力量 这个企图比较明显 而且最终马中英 去苏联不知所踪 也和这些人的关系比较大 那马鸿魁得知马中英离去 并且途经宁夏西去的时候 急忙和马富强 电告马鸿滨 让他设法阻止 千方百计要笼络住 因为马中英就是一头猛虎 而且是一头杀气非常重的猛虎 让他离开了掌握 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 当时马鸿魁在电报之中 就对马鸿滨说 这个嘎娃胡称呢 若放虎归山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当马中英一踏进宁夏境 就被马鸿滨迎入了宁夏城 召开了欢迎大会 委任他为教导大队队长 防止他回到甘肃 再次闹事 但马中英回到宁夏的目的 就是要收拾旧部 重整旗鼓 所以马中英只挂虚名 表面上显得凶无大志 每天出城走马放营 一个大帅哥 又是属于文武双全 走马放营 但是暗中却是联络 流散的旧部署 有时候还带领着随从 到宁夏中学 以打篮球为名 与师生接触 宁夏中学学生 等二三世人 都参加了教导大队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马中英 已经脱胎换骨 和之前 和黄事变的时候 完全是一副 民军领袖的样子 不一样了 他的思想 他的见识 他的格局 都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 那马中英 刘散的宁夏的旧部 有的被马鸿斌 安置在教导大队 有的流落在城乡各地 做着小本生意 这些人中 有的在马中英的部队 当过司令团长 这时候做起来 做凉面这种小本生意 所以民间有郭天司令 凉面团长的说法 可见在西北民众的 这个老百姓的民间说法里边 马中英的部队 永远是 大家最爱津津乐道的话题 十年十月 马中英与联络好的几个骨干 借放英为名 沿着贺兰山池往中位 旧部马老四 也率众从广武赶来会合 教导队的旧储 部分学生 以及城内外流散的旧部 还有一些河州级的回民 马鸿兵部的一些士兵 都落叶而来 这都是马中英 他的名气所致 马中英提取了中卫 研局银币两万元 又向中卫县政府 索要银币五千元 作为经费 自封为河西保安司令 黎宁复干 利用宗教关系发展实力 离宁之前 他派人与驻甘州的马迁联系 没有答复 只与马迁驻山丹的 骑兵团长马文祥 取得了联系 那么马中英一行 路过梁州的时候 驻防梁州的宁海军马逊 派人携带银币八千元 妓女数人迎接 马中英只留银币两百元 其余的一概退还 对梁州秋毫无犯 至封乐普 与前来迎接的马文祥骑兵团相遇 加上这个骑兵团 马中英这个时候有了千余人马 那么驻防甘州的马迁 把马中英迎入甘州 马迁共有两个步兵团 和一个骑兵团 骑兵团已经被马中英掌握 马迁与马中英始终不合 终于在1930年11月某日 马迁约马中英洗澡 暗中派人刺杀 马中英发掘以后逃脱 就率马文祥的部队 包围了马迁的司令部 马迁的两个步兵团 也投向了马中英 马迁自知不敌 出面受降 痛呼请罪 马中英厚赠银两 将其送到天津做御工 所以马中英这个人 是很讲情谊的 那马中英在1930年12月 宣布成立了 甘宁清联军总司令部 自任总司令下设八大处 撤换了宿州甘州 十一县县县长 1931年3月 马中英谋划甘州四县 宿州七县为河西省 以自任省主席 以号令边疆 但是马中英的 这次东山再起 引起了他同族的兄弟 也就是马不方的嫉妒 因为这个时候 马不方已经是青海陆军 新编第九支师长 这个地方 马中英盘踞的地方 对于马不方来说 这是自家的地盘 马不方不能允许 和自己有救援的马中英 在这里盘踞 于是在1931年夏天 马不方悍然就开始进攻 马中英 马中英当时主力远在宿州 救援不及 就丢失了张业 马不方乘胜开始进攻 九泉 就在这个时候 马中英在宿州 见到了从新疆来的哈密特使 姚勒伯斯 那么姚勒伯斯就劝说 马中英进军新疆 马中英这个时候 正在跟马不方打得难分难解 并且并没有占优势 马中英本人也不太愿意 和自己的青马家族 拼得两败俱伤 于是马中英就一拍即合 领兵出兵新疆 展开了他军事生涯中 最为光辉的一眼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讲 马中英在新疆 与盛世财展开的连番大战 和后来消灭东突 妄想独立的 这个分裂势力 最终 马中英 去了苏联 不知所通 下一集再给大家讲 后面的故事 再来